肝不好屁多,皮不好痰多,肾不好尿多,一个中程药帮你调五脏 主因理论的中心,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五脏 不管哪个脏出了问题,身体都会有相应的不适 肝不好屁多,皮不好痰多,肾不好尿多 今天崔医生就教你如何调理 先来看肝不好屁多 肝的主要功能是主书屑能调畅人体的气肌 如果肝不好了,肝调理人体气肌的功能失常 这个气在我们体内就不好好走了 你就会感觉胸闷腹胀 肚子里好像总有气再来回跑,一会儿一个屁 心情还总是不好,甚至会影响到食欲,不想吃饭 这种人的舌头有什么特点 伸出来一看,舌边骨胀的非常明显 有的人是舌头尖尖的,像个三角形 调理要梳干里气,可以参考一个逍遥丸 再来看皮不好痰多 皮的主要功能是啥呢?是运化 除了要运化食物,还要运化水液 如果皮的运化功能失常了,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水液的正常代谢? 停在体内形成水湿,时间长了以后,酿湿成痰 这时候呢,你就会感觉痰多的,好像吐不完 白色为主,还伴随着胸闷,恶心,四肢困重 总也睡不醒,大便还粘 那舌头伸出来呢,舌体胖大,有齿痕 舌头中间有明显的凹陷,或者是有裂纹 舌胎往往是厚腻的 怎么调理呢?健脾化痰,可以参考一个二尘丸 最后呢,是肾不好,尿多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肾主疯藏,思二变 肾气亏虚的人,疯藏功能受到影响 这尿就憋不住了 一会儿一趟厕所,到了晚上更是烦人 一晚上要起来好几回 你说哪能睡好觉呢? 说到这点啊,多还伴有腰腿酸软乏力 功能下降,激励减退等问题 你看舌头,舌根这个位置会有个明显的凹陷 这对应的是肾 条理呢,就要补肾固涉了 可以参考一个缩拳丸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用药一定要谨慎 如果你有需要,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